大家好,來到2022年7月1日星期五 回歸25周年 李家超為首的新一屆特區政府 今天就正式上任 同樣意味著林鄭的五年特首生涯正式落幕 好逛格不送啦 究竟她這五年的功過是怎樣 不如我們用一點來回顧一下 相信大家都不會忘記 她曾經說過自己是好打得的林鄭 早前出席她最後一次的立法會議的時候 就形容自己這五年驚濤蟹浪 是回歸以來最嚴峻的時期 還說我 我可以大膽地說 我已經交出一張毛毀對於自己的成績表 亦為我42年的公務員生涯 畫上完整的句號 完不完整就真的是她自己才覺得 林鄭在80年的8月就加入政府 圍觀真的超過40年 以硬朗的作風和辦事能力 就在政府扶搖直上 07年委任為發展局局長 其後更加在12年委任為政務司司長 直到2017年 她說感受到上帝的感召 參選她第五屆的特首 而且成為了香港第一位女特首 很快就去到2019年反修例運動 令她民望急跌 更加觸發香港來最大規模的社會運動 民怨四起 但她在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還重提這件事的時候 她說不認為 特區政府在修例這件事上有什麼做錯 她還說 她認為當時一些主要的官員 沒有認真地跟市民解釋 錯失了跟市民解釋的機會 才會觸發這麼大規模的社會運動 不知道她真的這麼想 只是死慘 另外 在任期內 落實了香港國安法 一地兩檢 同時世紀疫情來襲 香港至今 百萬人染疫 幾千人死亡 病人冒著嚴寒在醫院外露天的苦後情況 令人溺溺在目 到底這位 年年考第一的特首 這五年的任期內 加了什麼成績表 我們就看看由幾個方面來看 樓市股市的成績 她在任內 17年7月1日做特首 根據資料顯示 反映主要大型屋苑 二手住宅的樓市走勢 中原城市領先指數 即CCL 由當年7月 大約是報160.05點 升到去今個星期 都已經看到179.32點 任內就漲了10% 超過10.08% 跟歷任的特首相比 其中升幅最強的 就是曾任權任內 由05年6月21日 至12年6月30日 CCL就由55.82點升到 105.46點 樓價漲了超過88.9% 至於梁振英 在12年7月1日 至17年6月30日 這個CCL 由105.46點 升到 160.26點 期間 累積升了50% 林鄭 林鄭也算升得少 10.8% 當然啦 樓價都升到那麼高 再升到100幾十% 不死給你看 不是嗎 相比來說 最升得多的就是曾任權的任內 其次就是梁振英 然後就是林鄭 但反觀 題外話 董建華任期 是由100點 即急錯去到 51點 68點 是累跌48.3% 只有他一個是跌的 而在公屋方面 有一個關於樓市 公屋方面 公屋目前有245200份申請 輪候時間創了23年新高 一般申請者平均輪候時間 攀升到6.1年 獎者一人申請都要4.1年 以林鄭的上任初期來計 2017年9月底線錄得接近28萬宗的公屋申請 一般申請者平均輪候時間都要4.6年 長者一人申請就2.6年 似乎兩者的輪候情況都進一步惡化 根據房委會計算方法 住戶獲得這個編輩單位之後 他的輪候時間才會計算在輪候數字裏面 意味著 隊頭的人 已經要排6.1年 相信其他的申請者等候上樓的時間是更加長的事實上 在供應方面 預計未來五年的公屋落成量 平均只有2.1萬個單位 相比起21年 他的政策目標是3.1萬個單位 仍然落後了30% 面對公屋輪候時間 屢創新高 林鄭還反過來形容 今屆政府推行過度性房屋 是很大膽的舉動 他已經建了25,000個過度性房屋單位 現在已經成為房屋階梯的重要部分 他還說房屋和土地的政策沒有即時看到成效 往往都是前人中樹後人成糧 那你覺得梁振英沒有留些糧給你成 只是你認為你自己可以留些糧給李家超去成 說股方面 林鄭曾經在上一年有個論壇表示過 本綱這幾年 前幾年的社會比較亂 目前已經是非常之亂的 股票市場仍然表現得非常之好 不過 看回他17年7月1日上任特首的時候計 當時恆子就報25,764點 但是今個星期好像星期四任 修報21,859點 近五年累跌了3,905點 即15% 表現是三任特首任內最差的一個 成為包尾 另外有港版納子之稱的恆生科技指數 在林鄭的任內推出 開報6,918點 昨日報4,870點 即兩年間跌了 2048點 30% 回歸了25年 恆子也是大染紅 在69隻恆子成份股中 中資股 已經成為了主導的地位 翻查資料看 在林鄭任期內計算 中資數量的恆子成份股 比例 是由2017年7月的53% 大幅攀升到現在的70% 香港公司 即是由47% 變成30% 事實上 恆子在1969年開的時候 33隻成份股 都是港企 和英資的公司 不過自從大陸 在90年 進一步改革開放 中信貸付 即是現在的中信股份 267 在92年 成為了第一隻 納入恆子的中資公司 2006年 首隻H股建設銀行 939 也加入這個恆子 或者林鄭都說得對 她說 她交了一張 無愧對自己的成績表 那她又沒有說 她交了一張 無愧對香港人的成績表 她當然是無愧對自己 她還說 為她42年的 公務員生涯 畫上完整句號 香港 可常不是差點被她畫到完整的句號 是不是都未知 到現在 好了這次的節目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